Hello 屏幕前的兄弟姐妹们 很多粉丝崔更小黑更新我的世界版马桶人第72集 第72集小黑会尽快更新 我们本期要更新的是马桶人第23季所有隐藏的内容 第23季是一个大合集 包含了69到71集所有的内容 不过这几集小黑已经更过了 本期主要是为大家解析69到71集中的隐藏剧情 好了 我们废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 第一个新增的隐藏剧情是在第69集完整版结束后出现的 在剧情中我们可以看到UFO马桶人在空中飞行 他慢悠悠的出现 并且我们还听到了他在大喊大叫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的话 能够发现他并不是在自言自语 而是在与他身上的一台平板进行交流 具体在交流些什么 平板的另一头又会是谁 目前小黑我也不由得知 接着他就突然停止了大喊大叫 平板也被他关闭了 接着画面将焦点转向了新的巨型马桶人 他是埃索马桶人 曾在第70集的第一部分登场过 在那里他细耍了三大泰坦 并威胁要消灭他们 接着就飞走了 这个新剧情的展开 结实了埃索马桶人早在第69集的剧情结尾就已经在现场观战过 他目睹了联盟和马桶人的决战 同时也目睹了三大泰坦的对抗 我们比较一下UFO马桶人以及埃索马桶人的体型 他们大小 差异显著 UFO马桶人看起来小很多 而埃索马桶人更像是一个泰坦 这样小黑我感觉 埃索马桶人的战斗力肯定在UFO马桶人之上 屏幕前的很多粉丝们都有这样一个疑惑 埃索马桶人和UFO马桶人为什么总是一起出场 他们的种族难道就只有他们两个吗 小黑之前我也有这样的疑惑 从他们开始出现后始终都是他们两个 并没有看到有其他成员的出现 但没有出现不代表没有 只不过现在的剧情还不需要有更多的角色登场 不过在后续的剧情中 小黑我相信 作者也会增加相对应的角色的 小黑我同时也猜测 UFO马桶人可能是一个充当着特工的角色 他的工作是观察战场以及收集情报 在68集的第一部分 我们得知 他已经在旁边观战泰坦与基曼的克隆体战斗了 现在他已经收集了一份极重要的情报 就是泰坦会进攻马桶人基地 于是他通知了埃索马桶人 这是一条很重要的消息 这也让埃索马桶人立刻赶了过来 从UFO马桶人能命令埃索马桶人去寻找泰坦 这个细节来看 我觉得UFO马桶人在某些方面 比埃索马桶人要充当着更重要的角色 但是这仅仅是我的猜测 至于是不是真的 我们还需要跟随了以后的剧情发展再看吧 他们交谈完毕后就各自飞走了 埃索马桶人一定去寻找三大泰坦了 就在这时 我们看到了一个监控人侦察员 他正躲在山体后 偷偷观察着这两个马桶人 当他错梦 也没想到 接下来UFO马桶人竟然直接来到了他的面前 很显然 他已经被UFO马桶人发现了 真是倒霉的孩子呀 在这时 我们也从正面看到了UFO马桶人的样子 可以看得出来 他也经过了升级改造 跟之前有很大的不同之处 他现在拥有着红色的激光眼 而且他的武器看起来也更加强大 随即他就朝着监控人侦察员发起的攻击 侦察员不幸遇难 随即他又将目标盯上了主视角 我们看到他的样子 他的头盔非常具有科幻的感觉 并且红色的眼睛安装了激光眼 为什么总感觉这个UFO马桶人也是一个躯窍 实际是有东西在里面操控着他呢 就像博士一样 这只是小黑我的猜测 屏幕前的大家觉得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UFO马桶人丝毫不留情 面对了主视角侦察员 直接发射了雷射眼激光 在今后的剧情中 无论是UFO马桶人还是ISO马桶人 都将会对联盟构成重大的威胁 正如神秘特工对无双战神说的话一样 真正的威胁要到来了 让我们敬请期待吧 而第二个新增的隐藏剧情内容 是在第七十集第三部分的结尾 就在无双战神即将领核办事 我们看到了他 无双战神此时已剩下了上半部分 身体应该是遭到了什么东西切割 他看起来非常的难过 因为他看到了自己的朋友粉衬衫监控人 此时的主视角就是粉衬衫 他刚才在盯着无双战神看 也就是大家在第七十集第三部分的最后 看到的这个场景 我们看到了粉衬衫监控人出现后不久 就自动离开了 现在我们作为粉衬衫监控人的主视角 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吧 当粉衬衫监控人决定离开时 神秘特工突然出现 我们注意看右上角 这说明此时神秘特工和粉衬衫监控人的谈话 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 联盟是不知道的 神秘特工对粉衬衫监控人说了些什么 你在这里做什么 你不应该在这里继续回去完成计划 我相信你会说服他们 而粉衬衫监控人看起来非常的悲伤 他在走回之前被攻击的那个地方 需要躺在那里继续装死 接着我们就看到了联盟的支援来了 然而音响人发现了粉衬衫监控人后 就很自然的将他解救 这里的信息量极其的巨大 让我们详细的解析一下 粉衬衫监控人不好好的装死 为什么会突然走到控制室 虽然粉衬衫监控人是神秘特工的代理人 但在经历了这么多生生死死的事情后 粉衬衫监控人对无双战神他们也产生了感情 当他得知无双战神将要牺牲时 也想要目睹自己的朋友并亲自送他一程 所以我们就看到 粉衬衫监控人在远处看着无双战神那一幕 对于无双战神与男音响的牺牲 粉衬衫监控人的内心也是非常的悲痛 神秘特工让粉衬衫监控人赶快回去继续装死 不要让联盟发现了异常 并且还说一定要坚持原计划 看来神秘特工不能让联盟知道 粉衬衫监控人在联盟里是帮助他做事的 所以我推测神秘特工还有其他新的计划 需要粉衬衫监控人来完成 这里还有一个关键的台词 神秘特工说他相信粉衬衫监控人可以说服联盟 所以在接下来的剧情中 我们推测粉衬衫监控人还是会试图去引导联盟 去做一些其他的事 至于要做什么事 我推测肯定都是神秘特工计划之内的一部分 在这里再说一下 他们四个人都进入了神秘的实验室 其他的三个人全部都已经牺牲 只有粉衬衫监控人还活着 神秘特工相信粉衬衫监控人是不会背叛他的 而其他人知道了这里太多的秘密 必须要领盒饭才行 而神秘特工也亲口承认了这件事 他直接挑明了就和无双战神说了 因为你知道的太多了 没有办法 你不得不领盒饭 虽然屏幕前很多粉丝 不愿相信无双战神的嗝屁和神秘特工有关 但事实就是如此 所以在无双战神二人牺牲后 很多粉丝们都觉得他还会再次回归 小黑我觉得回归的可能性不大了 接下来粉丝衫监控人依旧会在联盟继续为神秘特工做事 他们还有其他的计划要进行 具体是什么计划 屏幕请大家猜一下 第二个隐藏剧情结束 而第三个隐藏剧情是在第71集剧情的最后 在这里小黑要纠正一下 在第71集中 我最后把艾索马头人叫成了UFO马头人 不过本质上他们是属于一个种族的 在71集的结尾 艾索马头人也朝着记忆慢逃跑的方向飞去 而新增的内容就在下面这个片段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战场中的场景就如同末日一般 大量的联盟成员都倒在了地上 三大泰坦也赶到了这儿 看到这一幕三大泰坦非常生气 注意看泰坦监控人 他手里还握着一个马头 直接就把他给捏爆了 接着泰坦监控人看向了记慢的逃跑方向 直接就朝着那里飞去 泰坦音响人也朝着那个方向飞走 随即画面给到了泰坦电视人 我们看到他的表情非常的愤怒 并且他还说了一句 我听的不是很清楚 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大家可以猜一下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三大泰坦肯定是去找记慢报仇去了 所以在第72集中 我们肯定会看到三大泰坦和记慢的战斗 而他们逃跑时的这个集装箱 最后会不会被埃索马头人和UFO马头人得到 里面肯定藏有重要的东西 甚至可能会影响到接下来剧情的走向 好了 以上就是69到71集的全部隐藏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小黑制作这种系列的 请多多点赞支持订阅小黑的频道和节目 咱们下期再见 点关注不迷路